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 总台财经节目中心特别策划的 中国汽车风云盛典走进奇瑞汽车 出口海外的20个年头里 奇瑞汽车连续18年保持 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量第一 也成为了第一个年出口 突破了20万的中国乘用车品牌 此刻我们就在奇瑞龙山试验中心 在这里每天会进行大大小小的试验 都是跟汽车相关的 今天来到这里 首先吸引到我就是在我们的头顶 其实悬挂了好多国家的国旗 脚下这样的一些轨道成放射状 最后汇聚在我们现在脚下的 这样的一个中间点 这里有7根轨道 每个轨道之间间隔有15度 这样不同的角度 代表不同的真实的碰撞场景 这里悬挂了有80多名各个国家的国旗 代表着我们出口了80多个国家 走进奇瑞 各种各样的试验背后 是大量的研发创新 从传统汽车技术到限能源 智能网联等新技术 自主可控的先进技术 成为了奇瑞汽车 卖得好消得远的秘诀 不断地去根据客户的需求 进行二次开发三次开发 这个二十年让我们知道 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 不同的文化下 我们的产品有更好的服务 我们当地不同客户需要的 这么一个能力 这是我们二十年所取得的 最大的成果 比我们今天出口多少量 更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